我太喜欢这种窝在酒店看美景吃美食的感觉了 被照顾得像个大宝宝一样 如果不说这是在东京市内 你会不会以为这是在富士山下的一个日式酒店 不喜欢太吵闹环境的朋友可以收藏了 东京港区这家市中心的酒店我一定要推给你们 因为它既能让你在体验东京的繁华同时 又能获得一份夜幕降下该有的放松和宁静 哇 漂亮漂亮漂亮 这是一个大的双人床 今天这个房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我最喜欢的是外面这片绿色 我觉得很舒服 那边是塔楼 这边等于是在市中心裹起来的 大隐隐于市 多亏了下面这个庭院 让闹钟取静都具象化了 我店这家酒店一半的冲动都是因为这个庭院来的 市中心这么大一个庭院真的太奢侈了 尤其是到了晚上 仿佛走进了漫画里 我在谷歌上看了下 这边到东京铁塔也就3.2公里 最近的白金台车站步行4分钟 好的酒店适合慢慢探索 餐饮娱乐社是多 对于我这种不爱做特种兵的游客来说 真的是太舒服了 完全不用愁每顿饭要去吃什么 我太喜欢这种窝在酒店里摆烂的感觉了 如果你也不喜欢那种人潮汹涌的闹市酒店 就想不那么操心还能安静的休息好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的东京之旅有所帮助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